好,我們買蝦回來後就處理它 去殼和挑腸 先把牙籤切下去 慢慢扯一條腸出來 小小的,看不見到 可能看不見 有另一個方法 在頭上 接著 蝦還在動 那條腸呢 就拉了出來 搞定,你也試一下吧 好了,我們接著 蝦去了學去腸 我覺得一位蝦太大隻 我就想 切回幼細一點 所以我就 一開三 一會兒 但如果 譬如說你宴客 你不想這麼小的 就是圓蝦咯 或者有時候 甚至乎 赤米蝦當作的時候 整隻赤米蝦 就最適合比例了 又漂亮 又好吃 我一會兒切完蝦之後 我們就開始 醃蝦了 因為這次蝦很新鮮 你看看 它有很多膏 在這裡 變成 我都 部分的膏 我都不要 因為我不想 在蝦仁蛋上面 那麼多這些 好了 我們現在開始醃蝦 醃蝦給些什麼呢 少許胡椒粉 少許鹽 還有少許白酒 還有少許白酒 那我們 先搖一搖 一會兒再做另一個步驟 好了 接著呢 我們就預備了五隻蛋 那蛋多和少呢 都 即是一定要夠 要不然 你蝦仁炒蛋 蛋的份量太小 又是不對的 那最少都四五隻蛋 好了 都是下少許味 胡椒粉 那我今次呢 就用魚露 好了 先打勻了 一會兒再繼續做下一步 那我們呢 就先燒熱了鑊 那些油一定要滾 好 剛才我們醃了些蝦 那我呢 就先 兜了些蝦 不需要太熟 兜到一半左右 那我們呢 就拿回它上來了 好了差不多了 你都見到它鑽色了 那我們就拿回它上來先 一會兒 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因為一會兒推蛋 時間很快 所以如果呢 如果呢 我們呢 蛋漿呢 打勻了之後呢 當然我這個蛋法呢 你不用呢 你可以用筷子的 沒有所謂的 不過有當然用啦 省很多功夫的嘛 好了 把蝦 先放進去 現在 那隻鑊 我仍然在用小火的 有得去興趣 先 因為免得它 突然間 凍了 好了 跟著呢 我們就 慢慢倒下去 我們這次用了五隻蛋了 你看到邊 開始成形了 那我才呢 拿個鑊 或者用筷子 慢慢推 慢慢推 就不用太大火了 因為太大火 蛋漿會很老 那我慢慢推到呢 把它停一停它 成一成形之後呢 我們呢 再推在一起呢 就已經可以 吃得了 好 因為呢 我們利用鍋的熱力 那就可以 可以吃得了 好 搞定